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我们要把橄榄油放在锅里弄热 先把五香熏牛肉炒一炒 让它更香 先把它摆放一边 那几汤匙的油就够了 通常呢 将五香肉炒一炒后会更香 你可以直接从包装里取出来吃 但是啊 如果用油炒一下会更香 可以用微波炉弄热 放在烘炉慢烤 可以尝试很多的方法 油热了就可以把牛肉放进去炒一炒 需要一两分钟的时间来炒出香味 我们可以先预备其他的材料 你可以闻到散发出来的香味 真的很香 除了五香熏牛肉 还有里昂纳鸡肉 皮肯特沙斯火腿和培根利火腿都可以兑换使用 随你的心意去选择 牛肉炒好了就可以拿起来 先放一边 在锅里加点橄榄油 再把洋葱放下去炒 再把洋葱放下去炒 那 要把洋葱炒到香 红葱或者是白葱都可以用 把葱炒软了 就把罐头番茄放进去 这道菜很适合当做早餐 因为它有鸡蛋 有午餐肉 只需要面包就可以一起吃了 把材料煮熟了才把蛋加进去 在把蛋加进去之前 加点调味料 先放点盐和胡椒粉 蛋就可以打进去了 这道早餐非常容易煮 也很美味 当番茄和洋葱软了之后呢 就可以把香料放入 一些自然粉 一些自然粉 还有辣椒粉 然后把蛋放进去 让它慢煮慢煮到鸡蛋融入其他的材料 让它慢煮到鸡蛋融入其他的材料 如果你去过土耳其 阿尔及利亚摩洛哥 你会发现很多酒店和餐馆都会售卖这道菜 通常是配羊腊肠或阿拉伯扁面包一起吃 但你也可以尝试搭配不一样的配料 也可以配饭一起吃 这道简单的早餐真的有很多样不同的吃法 那你可以看到鸡蛋快煮熟了 其实蛋黄不用煮的太熟 好了就可以熄火了 把牛肉块放上去 把牛肉块放上去 一些圆芡碎 把一些火锦生菜把它放在旁边 然后我们来切一些面包 然后我们来切一些面包 这个就是今天的菜肴 我是Chef Eric 希望您会喜欢 谢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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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